雖然這幾天一直都很好 但是觀眾朋友感到會記得 在每個月來臨進前 其實農業要關鍵營水 是已經就要來建立環水的改動 為了要替南華山區的農民 來解決關鍵營水問題 立法委員貴國務員 是邀請農委會農田水利儲 最初沒有持久台南分久 來跟南華區的小倫理 來跟山洋農棟實體會寒 希望可以補助農民 建立能夠營水100棟的水塔 來應援關鍵營水不足的問題 為了要替南華山區農民 改革關鍵營水的問題 立法委員貴國務員是邀請 農委會農產水利儲 追託保持久台南分久點檔位 來跟南華小倫理聽出幹部 一直到山洋農棟實體會堂 希望能幫助農民找到改革的方案 立法委員貴國務員表示 不僅能行做的部分 就是將農棟企圖刷頭 提關營水利儲 並且補助建立大型的水塔和公路 水保局要負責原來農棟的青魚 還有包括護坡工程處理 另外有關於水水塔的部分 還有管路的部分 都要交由農委會水利儲來進行 編列預算 然後把南華這邊作為示範區 在金魚貴國務員現場跟水利儲 水土保持久以及農民上人 這會討論以後 由水土保持久 新種農棟企圖刷頭 連入地管的地方保助農民 建立100噸的水塔 讓農民在沒水的時候 可以有水塔的水來灌溉的農作物 利用在乾旱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些清淤的工作 把那些土清淤取來 再放在一些比較山坡低窪的地方 未來像風水期的時候 會增加農民的一些蓄水的面積 未來那個農水處的部分 他們在高窪 比較山坡高 高處的地方 我們會補助一些100噸的蓄水池 在最後過國文標是 要鼓勵少年人環境中屬農業 就要先解決山坡缺水的問題 因此核凋水利儲到水補救 新種農棟會有缺水的功能 連入100噸的水塔 每次可以供水補救 申請補助36萬5千塊 並且希望鐵克設施補助 49%的寒責 記者 夏建委 南華區 蔡文博德